观察就是这样看的话 其实可以很清楚地看见 每一条面它的粗细都是非常的均匀 长度呢也保持得不错 我觉得在拉面 在一门手艺上来说 作为一个门外汉 你今天真的干得非常不错 谢谢老师 我觉得我是无疑是清楚的 那在这门这四个人当中 只有一位选手 可以率先进入到六强 跟我们二楼的三位选手混合 我最后一点的幻想破灭了 因为我知道 肯定是王小草 没有选拣 那今天这个结果 其实也是显而易见 王小草 先对其他几位选手来说 今天站得不错 安全了 到二楼去吧 二楼欢迎你 我居然是一个王小草 好紧张 我情报上说我会黄了 刘瑞 红红星 贤月娜 你们三个人一路能够走到今天 是并不轻松的 因此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我也期待你们三个人 不要轻言放弃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压力测试 我的第六次压力测试 我又来了 所以我都会全力以赴 用我自己百分之百的努力 把这道菜做好 今天的压力测试 你们需要还原一道河南名称 套四宝 这是鸡吧 今天只要做一个鸡吗 应该不会那么简单吧 套四宝 是河南开通的一道传统名称 素有预测试绝的美丽 所谓的套四宝 它就是鸭 鸡 鸽子和鸮 不愧是七强的压力测试 而今天呢 我们也为你们降低了难度 你们将会制作的就是套三宝 也就是说 以鸡 鸽子 还有这个鸮 可以去套起来 也就是俗生所说的 吉祥三宝 鸡 鸡 鸣里面包裹的一只鸽 鸽子 鸡子里面再包裹一只鸽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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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怎么变的 方面 接下来 我将为你们演示 吉祥三宝的套法 好好的 吉祥三宝 有一个要点是非常注意 所有的套疊動作是從頸部以下的咽喉部位所套塞進去 在層層相套的過程當中,你必須保持皮的完整 首先呢,我們將女生總交情的爪去除掉 從關節出下刀,可以很輕鬆的 接下來,你必須要確保肌肉的內腔骨頭是已經被剝除的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的胸骨是已經剔除掉的 同樣的,鴿子呢,內腸是必須要去除的 只需要剔除胸骨以後,你只要把胸架子轉個取出 但是你要非常注意,小心,不要損壞到皮膚跟它的肉 你不希望你到時候你試起來的口感,它的肉是泥爛 屁股,對於我來講是比較難的事情 你那把,看看你怎麼樣能夠把它做好 所以這時候呢,準備好你的安全 依照它形體的狀態,慢慢地往裡面塞 這時候你把你的皮給稍微的密封起來 這時候,開始你的肌 同樣反覆的動作 收起你的鴿子的腿 塞到肌裡面的時候要非常注意,因為鴿子的形體是比較大的 所以你在塞的時候是要邊揮,邊送 慢慢地去充滿它整個腹腔當中 但是要記住,你必須保持皮肉的完整 這時候你就用牙籤,固定四周 這個就是吉祥三寶,所謂的套製技術 對於刀工來講,我還是滿有興趣的 今天問了一天,終於得到了四合 當然,在你套完之後,你必須在一個小時之內 利用蔥姜水,生抽,醃製過了以後 再利用熱油,把它淋製到金黃色 放到砂鍋裡面去保持 記住,它必須三種都是得全熟的 今天你們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來完成這一道吉祥三寶 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現在計時,開始 再給我顯得 你修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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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修圓